MOTOBYE的航車分享時間 我們今天一樣介紹KINGKO的KRV 我們今天一樣是在台中 這車位有什麼稱呼? 大家好,我叫阿邦 阿邦你好 當初什麼機能像讓你選擇要買KRV? 因為我本身喜歡騎快車 想要空間大一點 然後能帶我老婆 上山下海到處去旅遊 因為它的坐墊阿 騎姿阿 都蠻符合我個人需求 是,所以說這台是你的夢想號 想要騎的這台KRV環島 帶著老婆出去旅遊 了解,剛剛聽說今天 您這台愛車是這次車距裡面改裝金額最高 這台你開多少? 但它還在進化中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現在改的哪些項目 前後卡鉗阿,總辦阿 斷框,然後高壓縮 一些巴風特的精品之類 然後全車泰羅斯 我們說這麼多 你老婆會不會看到阿 其實我老婆本來不知道阿 可是這幾次跟我去車距以後 大概知道我花多少錢在這台KRV上面 他有發現你的車跟別人的原廠車長得不太一樣嗎 對,他有發現 他說 老公你的輪圈怎麼是金色的 別台KRV怎麼是古金色的咧? 我說沒有阿,我送去烤漆而已 所以說這幾代的老婆一起騎車出遊 他有沒有跟你分享他比較喜歡像KRV 他覺得最滿意的地方 還是有跟你說哪個東西他覺得愛蓋著 我老婆算 他是說後面的座墊是比較好做啦 不會像我老婆的摩托車Many那樣 短短的不好做 其他我老婆 沒有太多他的想法 覺得就是後座他覺得好做就好了 對 了解 那像目前現在這樣子你的設定 像我看前後避震都改了 輪框也改了 煞車也都到定位了 你目前還有什麼是帶料的嗎現在 現在想改前雙點後雙卡 風鏡的風格跟前一鏡都要再換過 所以這一台現在這個版本還不是最終版 所以你覺得大概完成有70%嗎 現在唯一差的就譬如說外殼開孔啊 彩繪之類的啊 還在構思啊 現在你這台車是代步通勤的設定 還是這是你純旅遊的玩樂車 我本身工作比較忙碌 所以這台車等於是玩具的性質 所以純玩樂用的時候才騎出來的戰車 對對對對對 所以現在你就是說你可能一些風格上 之後可能會微調 比如封建的顏色 厚實鏡的造型 這都是你厚補準備要做風格上的調整的 對對對 那之後聽我們機動老闆說的 這樣PDM可能也會改成CNC的版本 OK你想要讓它變得更有科技感的感覺 所以換成CNC的造型 阿方的車真的比我們想像太緊繃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最昂貴改裝金額 目前看到list最高的 我想我們之後呢 我們的騎士造型力應該會再遇到更強的 但我們今天真的是目前的王者 那目前你現在這樣騎到現在啊 你最滿意KRV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它讓我很驚訝的是 跟我之前騎的摩托車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 坐姿算是比較好做的 嗯 然後騎長途也不會說覺得累 因為我有改高壓縮跟電腦 換那個節流法 這個速度對我來說 我改鏈條板 我至少速度還可以達到150 嗯哼 因為本身也其實你也算 人本身就輕量化嘛 對對對我本身是比較輕啦 我改完這輛對我來說 它比一般沒改這麼多的車子來比較 我的算是比較真的比較會跑 比較有那個衝力 了解 各位網友我們現在看到這台車的最大重點 它其實呢看起來 低調的外觀之下 其實引擎的核心 是已經有經過節流法加大 壓縮比增加 然後還有改了ECU 所以它整個內燃機的設定 其實是比較激進的 那再加上他們把原廠的皮帶傳動 改成直接鏈條了嘛 對對對 改成鏈條傳動給你最直觀的感覺 是加速力要變直接 對對對 那噪音的部分會比較大聲嗎 欸不會 真的不會 其實它跟皮帶都差不多 也不會太吵 嗯 可是唯一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你要耐心的去 去清潔 固定要去保養它 對對對對對 那各位同學聽清楚囉 換了這個鏈條傳動 每個人看法其實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阿幫同學的分享 他認為換了鏈條傳動 其實傳輸會比較直接 動力會比較大 那其實在噪音上 他也覺得是可接受的範圍 但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換成鏈條傳動 要比較勤勞的去保養它 可能需要上游甚至清潔它 這是跟過去皮帶傳動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如果想要改電腦傳動的同學 可以參考看看 好那最後呢 看完阿幫這台 炮支聚合的改裝車之後 阿幫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跟 車友們建議 如果剛踏入KRV的這個車友 也想玩一下這個KRV 你會建議它怎麼開始 先騎一段時間在改進它不足的地方 不一定是說像我一樣 還沒騎到車我就改裝品都先訂完 你可以先騎看看 然後看比如說煞車不足阿 還是避震不足阿 都可以慢慢來改進阿 從阿幫同學就可以驗證一點 KRV這台車呢 其實當初官場設定的切腳也非常好 它既是可以讓大家代步通勤 也可以讓大家騎車出去旅遊 最重要的是呢 KRV其實提供了車友一個 非常好的玩樂平台 讓大家有很高的寬容度 去設定成自己想要的風格 那你可能你是想要它是 運動激進派的 你可以強調你的操控 你甚至你是動力派的 你也可以針對它的引擎去做優化 那最重要的是 它還可以有很多外觀的細節去調整 調整成你自己想要的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台 KRV的行車分享 謝謝阿幫同學的分享 好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大祝,大家下次見 掰掰 484看看 我們下次見 幸福 箱